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讲了我们完整性约束条件中的第一个 主件约束 那接着呢我们往下来看 看一下第二个 我们的自增长 Autoincrement代表我们的自增长 那接着呢我们也讲过 还记得我们写过一个用户表 拿我们Math网注册用户为例 假如说来第一个用户 它的编号为1 再来一个用户呢我们可以把它编号定义为2 之前呢我们都是手写的 当你想让它自动化 就是来一个用户让它编号自增长1 加1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Autoincrement 这样一个特殊的约束来实现 那默认的我们的Autoincrement呢 也是从1开始来增长的 每次加1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Autoincrement 在使用我们这个Autoincrement 自增长的时候呢需要注意 一个表中呢只能有一个自增长 自断 而且呢这个自增长 自断呢一定要配合上你的主件使用 也就是说 被标志成自增长的自断 一定是主件 但是呢是主件不一定是自增长的 而且自增长呢只对我们的这个整数类 整数列有效果 像你的自幅创就没有意义了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我们写一个简单的测试 测试自增长 Autoincrement CoreateTable 写生一个 看一下到Test多少 或者就拿我们这个用户表为例 User4 User5 来一个编号ID 那现在假如说我们的人很多 smallNT 我想定义成主件 可以通过写一个key 如果说想让它自增长的话 可以加上一个Autoincrement 接着再来一个UserName VX20 就可以了 当你写完之后把它创建成功 来看一下 DS一下User5 接着你在extra这个位置上 看到了有一个Autoincrement 在额外信息这 看到ID字段是一个自增长的 那接着自增长的时候呢 我们在插入记录的时候 可以这样 有几种形式 方便我们来使用 InsertUser5 Values 那第一种形式呢 你是不指定值 第一种形式呢 你是手动来指定这个值 你可以写上一个1 接着再写上一个用户名 King 这是成功的 好 成功 那接着你再看 当我再插入一条记录 以第二种形式来插入 那现在发现ID字段 是一个自增长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动化 对吧 那我们在插入记录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不给这个字段插入值 当你不给这个字段插入值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使用 会在已有的编号中最大值加1 其实呢得到的就是一个auto increment的值 一会儿呢我带你来看一下 那接着我们应用一下 Insert第二种形式 列上我们的指定字段 只给username复制 写成一个qen 这时候你看到他的编号应该是几呢 自动的又来了一个人 他会加1 那现在你查询一下 select新号from user5 你看到自动的加了1 在已有的ID的最大编号上加1 那接着我们再插入一个值 稍微复制一下 我写上一个111 king1 好 这又是手动来指定这个编号 那接着你查询的时候 select新号from user5 按照你指定的编号来显示 只要ID字段不重复 那这条记录呢 肯定就会被插入成功 那接着 当我在不指定编号的时候 你再插入一条记录 那现在呢 你看我们再来插入一条 那他的编号应该是多少呢 对 已有编号最大值加1 是不是应该是112了 那这个112哪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还记得我们说过 查看表的详细信息 在这儿你就会发现 有一个auto increment 113 113 当你再插入一条记录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指定这个编号 他得到的就是这个自增长的值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呢 我们还可以 如果这个字段有自增长了 我们在插入记录的时候 还可以怎么做呢 insert 表明user5 values 你可以指定一个num 当你指定num值的时候呢 它也是在已有最大值情况下 加1 也是一个自增长的情况 来看一下 成功 再查询一下 得到的应该是113 这是第一种形式 那接着呢 你也可以指定什么呢 还可以写default 这种形式也可以 你再看 那现在呢 它应该是114 114 这样两种形式都可以 你可以手动指定 可以不用去管它 也可以给num 或者是default 默认值 或者是num值 它都会自增长 1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在键表的时候呢 来指定一下 我们的自增长值 6 可以在这块通过 autoincrement 等于多少呢 我让它从100开始 那也就是你插入第一条记录的时候呢 它的编号 如果你不指定的话 它从100开始 你可以查看一下 show create table user6 你会发现 当你插入第一条记录的时候 它的编号会从100开始 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就把它拿过来 放到这儿 user6 好 再查看一下 select 新号 from user6 从100开始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修改 这个自增长的值 我可以通过一个语句 修改我们的自增长的值 通过alter table 表明 接着autoincrement 等于 假如说 等于一个500 那当我插入下一条记录的时候 如果没有指定它的编号 它会从500开始 接着你可以show create table 查看一下 user6 你看到 当我再插入一条记录 它的自增长值 是从500开始的 那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再来实验一下 再查询 你看到500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我们的自增长 注意 自增长一定要和你的主件 配合上使用 但它们两个的顺序 是可以颠倒的 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 这是我们的自增长 有了自增长之后 以后我们的这个编号字段 就可以不用去管了 完全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功能 那下来之后 大家再来实验一下 这个自增长就可以 那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